今天我和大家介绍一位香港著名摄影师 吴章健 他在广东中山出生 曾经移民过去夏威夷 1930年代他回到内地读书 转转后来来香港 由1930年代到1980年代 超过半世纪 他一直都在香港以摄影为新 吴章健是以拍视人像注称的 所以在他的公司标志里面 也有一个英文字Portrait of Distinction 在他的藏品里找到他的自拍照 比如我左手边这位 这张照片里看到那位就是吴章健的本人 而右手边这张照片就比较有趣 他就和一个小孩合拍 那个小孩是谁呢? 他的儿子 在1945年 他就在香港中环 开设了第一间他的影楼 叫做章健摄影室 我们现在看看这张照片 就看到章健摄影室 位于中环的置地广场的上方 即是今天的高罗士达大厦所在地 是一个 很旺的黄金地段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高档的摄影楼 曾经为城中不少的达官贵人 拍了很多的肖像照片 他也是当时代表香港政府一个御用的摄影师 他其实是第一个获种 是进去赤柱拘留营那里 拍摄那些受拘留的人士 以及在1945年9月16号 当日本在香港投降 投降仪式在今天的礼宾府 吴章健也是唯一一位华人的摄影师 获总入场拍摄的 以至到1946年5月1号 杨慕琦重新来香港管治的仪式里面 吴章健也是其中一个摄影师 我右手边这张照片看到 就是他拍一些当时的 中港名人的照片 图中我们看到这位华人 叫做宋子文 他就是宋庆宁的弟弟 当年他1946年来香港的时候 吴章健也带他的镜头 拍摄了宋子文底部的一刻 在他的作品里面 留下了很多 香港重要的历史时刻印记 他对摄影业也有很大的贡献 他除了参加大小的摄影比赛 海内外的摄影比赛 从而获得很多的奖项 他也有投身在印刷业 吴章健是其中一位 在香港最早开办摄影杂志的人物 我左手边看到这本书 叫做《中国影艺》 他在1950年创刊 由吴章健作为编辑出版 介绍给当时的人一些摄影技巧 在右手边这本书 是一本美女的画册 吴章健主要是拍一些 艺术的照片 封面这个人物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 就是一个著名的影星 叫迪拉 在坊间都认为 他是很有审美眼光的 70年代 每当香港小姐选举的时候 吴章健都会是其中一个 评判 我们在几年前 去到美国 见到他的儿子 Francis Wood Jr.说服他的儿子 将大批吴章健先生用过的 摄影器材 或者他拍摄过的照片 以至他出版过刊物 送交给博物馆 然后博物馆将来 亦都会在新的尝试展览里面 做一个章健摄影室出来 从而给人认识 这段重要的历史时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